我们刚才呢 谈了秦汉阶段 礼乐 礼乐制度 以及宫廷的音乐机构的一些情况 我们现在呢 要给大家讲一讲 在秦汉阶段 音乐形式 音乐体材方面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 鼓吹乐 项河乐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音乐史中 大家一般这样认为 到了秦汉阶段 中国音乐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认为是歌舞乐时代的来临 这种说法的背后的基础 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鼓吹乐 项河乐的兴起 而鼓吹乐和项河乐 我们今天的认识 就是在秦汉阶段所生发出来的 首先说鼓吹乐 鼓吹乐呢 我们顾名思义 鼓作为一个动词 敲打 打击 吹呢 显然是气鸣的乐器 吹奏 鼓吹乐 也就是说 它的所用的乐器 主要是打击乐和吹奏乐 那么打击乐和吹奏乐 又往往是便于携带的乐器 这样的鼓吹乐 从今天我们所发现的历史文献中 是这样认识的 秦末时期 由于名为班医的商人 将在北方游猎活动中使用的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音乐 和汉民族音乐的音乐形式带到了中原地区 这种将打击乐与吹奏乐相融合的乐队形式得到了人们的喜爱 并在民间逐步发展开来 这种鼓吹的音乐 一直发展到今天 在民间都是相当兴盛的 但是在秦汉阶段 鼓吹乐也区分为不同的乐种 这个主要依据它的主奏乐器 它的使用功能进行区分 一种是我们所说的鼓吹乐 这个鼓吹乐主要是徒步行进中的音乐 主要以排销 胡加 这样的乐器作为主奏的乐器 还有一类呢 我们叫横吹乐 主要是马上行进所演奏的音乐 它所使用的乐器 主要是胡加 脚 鼓 这样的乐器 所以在秦汉阶段 鼓吹乐也有不同的乐种 这是鼓吹乐的大体的情况 那么项和乐呢 项和乐的影响也很久远 那么在秦汉的阶段 随着乐府的兴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原来的民间音乐 逐步的进入到宫廷 官府 音乐机构 经过一定的文人加工 经过一定的艺术家的加工 那么一些民间音乐呢 得到了逐步的艺术上的提升 项和乐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项和乐在秦汉阶段的发展 大家认为有这样几个阶段 相鹤歌的形式 最初始于轻唱无伴奏的图歌 后发展为一人唱三人鹤的蛋歌 这时便有了一定的艺术加工 再后发展为丝竹更相鹤 直截者歌的相鹤歌 即加入了私主管弦乐队的伴奏 这样的一个项和音乐在秦汉阶段的发展 我们说从图歌到蛋歌 到有私主更相鹤的伴奏乐队的出现 是项和音乐发展的一条逐步的艺术化的道路 项和音乐随着它的发展 有项和大曲 大曲是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 到了后来项和大曲的音乐 从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说 它的曲式结构会是怎样的呢 就形成了一种很丰富的 一种在歌舞音乐里边发展的很高级的一种曲式结构 项和大曲的曲体构成分为 艳 曲 节 曲乱四个部分 其中 艳多出现于作品前面 起到影子的作用 风格婉转抒情 中间的部分为曲 主要是歌唱段落 解作为作品的主体 通常为契乐伴奏下的舞蹈段落 可多解并存 四不同段落 曲 多出现于作品结尾 速度较快 代表紧张的高潮部分 乱 则为结束时的高潮段落 这样的术语 对当时项和音乐 到了大曲阶段 它的一种曲体的构成 有了一个完整的描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琴 汉 这个历史阶段 音乐发生的变化 也就是说和北方西北地区 少数民族的交流 出现的鼓吹乐 以北方汉族音乐为主 形成的象河音乐 这样的民间音乐 民间俗乐所发生的变化 逐步成为社会音乐中的主流 这也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 中国音乐发展的时候 所认为的到了琴汉阶段 歌舞音乐逐步的兴盛 其中的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鼓吹乐和象河乐的发展